大家好,我是范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看完十分压抑的韩国高分电影 一个女人被欺压奴役了十几年 最终选择提起镰刀将她们一个个的杀光 故事究竟如何呢? 让我们来看这部《金服男杀人事件》始末 夜已经很深了 街上依旧有来来往往的行人 突然一声尖叫声传来 原来是两个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女孩 女孩挣扎着向过往的车辆求救 但是大家都是冷眼相待 海员也默默地关上了车窗 没过多久啊 她就收到了警察局的电话 原来那天晚上那个女孩被混混活活打死了 尽管目击了事情经过 可是海员担心被报复 还是选择了沉默 她还告诉警察希望永远都别找她了 她不会作证的 看着生死历劫的女孩父亲 海员只想快点走远离这个烂摊子 毕竟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冷漠 作为一个银行的白领 看着眼前低声下起希望贷款买房的老奶奶 她依旧用制度搪塞了回去 同事看不下去了 趁着她不在给老奶奶办理了业务 两个人关系本来还不错的 这下子顿时有了隔阂 巧的是上厕所还被人把门给堵住 就在前几秒 她还看到有个穿着粉色拖鞋的人走过 好不容易出了厕所 也顾不得整理形象 她看着脚踩粉色拖鞋的同事 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可是刚打完就发现 旁边的清洁大妈也是穿着同样的拖鞋 就这样 海员被责令停职了一个星期 回去反省 七二连三的事情让海员有点无从招架 于是她乘船来到了儿时待过的五岛 这是外公的老家 一来是为了散心 二来也是可以见见童年的玩伴 床还没有靠岸 就看见岸上有个身穿蓝色上衣的女子 正在热情地招手 和皮肤白皙穿着时髦的海员不同 金福南黑黑的还有点土 她是海员十几年前在五岛度假时认识的 自小就扎根在五岛没有离开过 这座岛屿很小 人口一只手地数得出来 几十年前 岛上的几个男人全部出海捕鱼了 可是没有想到碰到了大风浪 只有这个痴痴傻傻的老头得以幸存 之后的日子里 他就像工具人一样 供这些老寡妇们使用 福南带着海员简单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 然后和他来到了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这里已经十五年没人住过了 但是福南每隔三天就过来打扫一次 所以十分干净 这是一位手捧野花的小女孩走了进来 她是福南的女儿小颜 尽管已经十岁了 但还是没有上学 因为丈夫万宗和姑姑都说 女孩子没有必要读书 到了晚上 丈夫前脚带着女儿出去钓鱼 小叔子就摸进了房间 对她肆意糟蹋 看着地上的笨笨草 丈夫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早已心知肚明 她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锁上房门之后 对着金福南开始拳打脚踢 女儿小颜子开始在外面吃着水果 显然妈妈被打这件事情 她已经都习惯了 可是糟心的事情不止如此 每天不光要应付小的 还要应付老的 这些老太婆也是变着乏的欺压福南 男人修屋顶就心疼得不行了 福南在旁边祸水泥就是偷懒 尽管生活这么不如意 福南还是尽到了自己作为朋友的责任 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 还要给海员准备一日三餐 帮她洗衣服 她又何尝不羡慕海员 不光有着首尔都市白领的身份 还有一副较好的面容 她将来能够嫁一个彼此相爱的老公 可是这些被福南视若珍宝的东西 她一样都没有 丈夫嫌她脏 宁愿花大价钱从岛外找来小姐都不愿意碰她 屋内传来深吟声 福南则在外面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姑姑时不时还来讽刺一下 说她吃饭的样子像猪的近亲 完事之后呢 小姐都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她 还给她道了个歉 反而是福南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小姐劝她离开这种丈夫 逃到首尔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福南早已死心了 她不只是一个妻子 更是一个母亲 她不能让女儿没有爸爸 可是第二天下午收衣服时 福南竟然在丈夫的裤兜里面 摸出了女儿的内裤 她急忙进屋 却发现女儿正对着镜子涂脂抹粉 手上涂了爸爸送的指甲油 还说自己也想得到爸爸的爱 就在她想追问下去的时候 丈夫回来了 她一脚踹到福南 接着将女儿抱在怀里 福南有点崩溃了 她拿起墙上的镰刀想杀了丈夫 可是看到女儿无辜的眼神时 福南还是放弃了 她决定找海员帮忙 因为只有她能帮得了自己了 福南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希望她把自己和女儿带到手耳 可是海员不仅不信 还觉得这是福南为了去手耳 特意编出来的谎言 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手啊 或许这个事情太过于惊世骇俗了 海员在和小颜玩耍的时候 试探性地问了一下 爸爸是怎么爱她的 就在这个时候 姑姑走了过来 她告诉海员 小颜并不是万宗的亲生女儿 这件事情不是她这个外人该管的 福南也明白 想要逃走只能靠自己 于是她偷了一笔钱 还给之前的小姐美兰打去了电话 美兰那边也表示愿意帮助她 这晚福南一夜未眠 天刚蒙蒙亮 就急忙地带着女儿朝着岸边走去 美兰已经租了一条船来接她 可是等福南看清船夫的样子时 她愣住了 原来船夫是和万宗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德秀 德秀故意数钱拖延时间 导致福南又被抓了回去 当着众人的面 万宗狠狠地教训着手下的女人 美兰也被小叔子拖进了树林里面 旁边的几个老太婆不紧不拦着 还纷纷地帮枪 似乎这一切都是福南自己造就的 小颜心疼妈妈 哭着求万宗助手 甚至咬了她一口 万宗吃痛之下将她一把甩开 却不料正好撞到了石头上 当场死亡 福南的天塌了 唯一的希望没了 她哭得生死历劫 就连那几个老太婆都不免动容 可是万宗却说磨点大将就好了 出了人命啊 一个警察也来到了岛上 可是除了福南 岛上的人早已统一了口径 都说是小颜自己摔的 这时警察又问海员 有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 可是他却说 自己当时在睡觉 仗义美多屠狗背 无情多是读书人 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 郑海员是再适合不过了 明明他当时就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 可是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海员埋葬的不仅仅是真相 更是好友那颗炙热的内心 或许就连所谓的朋友 都只是福南的一厢情愿吧 当晚 小叔子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他用笨笨草熬了一碗迷药 趁机迷晕了海员 想来一出霸王硬上弓 可就在他要得手的时候 福南出现了 再一次守护了海员 一如15年前一样 当时两人正在树林里面吹笛子 突然出现了四个男孩 想要调戏漂亮的海员 福南为了保护他 反被几个人打晕在地 而海员则是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被欺负 尽管如此 福南从未怪过海员 但是海员的记忆 却如草芥一般早已散于风中了 第二天 福南在院子里面为女儿修了一座坟墓 悲愤的心情无处可以发现 他只能不断地干活来麻痹自己 尽管烈日炎炎 但是福南的刀却透着深深的寒意 他抬起头望向炙热的太阳 似乎在诉说着命运的不公 下一刻 他宛如化身成为了一个修罗 只见福南大口大口地喝着瓶中之水 接着他扬起手中的镰刀 将这些大妈一个一个地砍死 出手狠辣 丝毫不拖泥带水 回家拿东西的姑姑看到这一幕 吓得腿都软了 转身就跑 年事已高的他显然不是福南的对手 不仅没了当初嚣张跋扈的姿态 狼狈逃窜的样子也是让人感觉可笑 他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最终跳崖身亡 老太婆们杀完了 现在要杀的就是这几个男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 出海的男人们都回来了 福南趁着小叔子一个人喝水 拿起镰刀把他的头给割了下来 接着他躲在暗处 想要偷袭万宗和德秀 不料这时海员高声地提醒两人 正面交锋的福南根本就不是丈夫的对手 不仅被捆了起来还不停地被殴打 眼看万宗想要杀了福南 海员终于站了出来 但此时的福南却丝毫不显地害怕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竟然用舌头缓缓地舔势着刀锋 就这么一下又一下 丈夫也被激起了欲望 福南趁此时机用嘴含住了地上的匕首 用力刺向丈夫 然后用镰刀一刀一刀地砍死了他 海员怕自己也遭到不测 于是拉着德秀想要开船逃走 好不容易发动了船 可是绳子又没有解开 就在德秀下去解绳子的时候 福南正好追了上来 两个人缠斗起来 海员健壮赶紧开船离去 直到身后已无两人的身影 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天之后 又有一艘船从五岛驶了出来 船上的白衣女子正是福南 浓妆艳抹的脸和她有黑的肤色极为的不相符 这是福南三十年以来第一次出岛 包里放着一只笛子 她今天要做的就是杀了笛子的主人 船靠了岸 可是福南却迟迟不敢上去 或许是可怜她 船夫帮了福南一手 还少收了一大笔船费 第一次感受到善意的福南 竟然有些难以置信 上岸之后 她发现警察正在搜查之前海员开走的船 那也就是说 海员肯定就在警局 她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 用榔头捶死了警察 海员吓得魂不附体想要逃走 可是门早已经被锁上了 福南用手撕死地掐住她的脖子 一番撕扯过后 海员趁机躲进了拘留室 相比外面 或许此时的里面更加安全 福南拿起了那根 曾经代表他们有意义的笛子 想要海员像小时候一样 再吹一曲 然而此时一声枪响 打中了福南 原来警察没有死透 福南只能强忍疼痛 解决了她 之后她慢慢地朝着海员爬去 海员当机立断 掰断了本来就不牢固的笛子 直接戳死了福南 福南一生的不幸 不是从她开始 但是最后由她结束 数日之后 太阳依旧置靠无比 海员站在首尔警察局的门口 这一次她不再冷漠了 而是勇敢地指认了 之前的那两个小混混 回到家之后 海员捡起了她扔在垃圾桶的信 寄信的人是福南 歪歪扭扭的字里面 都是对海员的想念 可是她这辈子 再也没有机会回信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借穿龙之介曾经说过 人生比地狱还要像地狱 对于福南来说呀 光活着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可是上天似乎不给她一点点的眷恋 反抗吧 不知道被打了多少次了 屈服吧 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欺压 武岛就如同封建王朝一般 男人就是这座岛上的王 这些老太婆就是曾经被奴役的对象 熬了这么多年了 终于能够体会到权力的些许味道了 他们怎么能甘心地放弃呢 如果海员没有来到武岛的话呢 我想福南也会如此吧 你没有办法去高估一个人的人性 控制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去让他相信所处的世界是真实的 他们不让福南的女儿读书也是如此 书籍并不能让你看清世界是光明的 但是能让你发现那些黑暗的角落 他们或许也曾怀疑过 反抗过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 善待福南也就是给他们过去的一个响亮的耳光 当逆成了常态 渴望向前的人则成了异类 因为光总有照不到的地方 最后岛上的人都死了 武岛才真正地变成了无人岛 可是现实呢 世上有多少个武岛 有多少个福南 我想这才是最应该让人引起关注的吧 好了 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呢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